这个是宝基火车站 宝基火车站站前广场 刚改造完成 现在看一下 整个站前广场的话投资2亿多元 变得特别漂亮 宝基站位于宝城且路 还有龙海且路的交汇处 来看的人特别多 龙海且路宝基站开通用行于1936年 整个广场改造的特别漂亮 这些都是一些对铁路的一些介绍 1936年开始 1945年 1958年 1975年 特别有历史感 宝基古城城仓 它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 地处陕 甘 川 宁 四省区的结合部 它是连接中原与西北 西南的交通要塞 龙海且路开通之后 好多工业都迁徙到了宝基城区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这边还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1958年1月1日的时候 宝城且路建成通车 它是连接我国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 宝城且路的开通 结束了蜀道南难于上青天的历史 在1975年7月的时候 宝城且路全线完成建计化改造 宝基站成为中国首桥建计化且路的起点 特别有历史感 西宁700多公里 到郑州的话600多公里 到成都是800多公里 到北京的话是1250公里 随着各个地区的且路还有高铁的开通 宝基火车站已经算不上什么交通枢纽了 已经变为历史了 现在宝基的话是一座四线小城 沿着京二路边上是一个小的公园 爬到上面才是车站 下面有一些绿化和座椅可以休息 现在到上面看一下 宝基火车站从1936年开通以后 未经过六次的改造 火车站是2021年改造完成的 这个战前广场呢 现在刚改造完成完 没有投入使用 还在改造 大体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特别漂亮 原先的话 这个地下是一个网吧 特别有感觉 那个网吧 比较大在地下 最近的一次改造是1987年开工建设 1991年的时候建成投用 根本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了 所以这次的话 彻底的改造了 原来这个地下室网吧 再往中间走的话是公交车站 上面才是宝基火车站 现在的话 在这边修了一个台机 到站前广场之后 要上去 就和宝基站平行了 现在从这个台机上去 来看到人特别多 因为老火车站的话 是一代人的记忆 过去的话 龙海线 宝基这个站特别的忙碌 对面就是宝基站 前边还没有改造完成 正在改造 整个项目的话 总投资约2.64亿元 主要建设的内容是 对宝基火车站 7.4万平方米的站前广场 进行交通枢纽 综合起的一个改造 怎么说 现在的火车站 坐车的人 毕竟已经很少很少了 原来的话 龙海宝城 去大西南的话 必须从宝基走 所以过去 你在宝基火车站 会看见好多好多 四川人特别多 在这边换乘 现在的话 高铁开通之后 宝基站呢 已经没有什么说 是交通枢纽了吧 好多人的话 出行的话 会选择坐动车 这是宝基站 宝基的高新区 还有一座高铁南站 意义不是很大吧 我感觉 宝城铁路 是我国第一条 电气化的铁路 非常有纪念意义 还看不清 这边有围挡 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最近不下雨了 后来逛一下 我刚到宝基 刚刚下车 从西安 简单看一下吧 前面看不着 原来宝基火车站 蒙世朝北开的 因为这边的话 全是渭河滩 上面是北原 北坡 最早的商业商贸 应该在老华同商商那边 慢慢的落下来了 这边是京一路 下面是京二路 都是过去宝基的一些商场所在地 现在这边是老城区了 在这个角度可以看见 宝基站的话 是和西安站 差不多一起改造完成的 往场要晚一点 好了 宝基火车站的话 就转完了 现在到火车站的后边 吃个午餐 下午去医院 看一下我的腰 腰太痛了 四天了都还没好 下边是京一路 汽油味特别大 还在喷漆 我看网上说是已经改造好了 所以我跑来拍一下 没想到还没有彻底的结束 只是前面这个小广场可以走了 火车站在边上 有一个美食车 看起来 快餐 冒菜 黄梦鸡 小车车不错 我今次来 青姜米粉砂锅 刀削面 不知道吃啥 这个手感面碗 扫子面十块 要了一个干拌面 这是刀削面 都是两所店 烤肉 宝基的削筋面 这面的话 比前线那个驴鸡子面要细一点 这个是宝基的酥扫子 油泡辣子 还有肉扫子 配了三个蒜 一碗面汤 削筋面 绝对好吃 这都是手擀面 然后手擀好之后 用刀切成这种 宝基的油泡辣子特别香 好吃 绝对好吃 吃宝基的特色 削筋面 蒜 这个小汁城的话 就在火车站的边上 这好像是加农国际 鱼肉 10块钱一碗便宜 宝基这边的物价比较低吧 可这个地方大了十块 小碗几块 这样特别多 其实吃个小碗足了 够了 就这一碗 好 嗯 好 胡 唱 上面的话 特别有嚼劲 把这个面吃的绝 别的地方吃不到 那个素豆子好吃 肉豆子也好吃 再配上的特色油粗辣子 吃完饭之后 去鱼医院看一下腰 坐车去下一下 吃的干净 香 吃饱喝足了 盖焦饭 后面还有鱼旗子面 扯面 坐车去高兴医院 坐28路可以直达 过来了 欢迎坐28路 无人送票车 到高兴医院了 腰已经痛了4天了 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腰痛应该挂顾客 挂不到号 没号吗 挂不到号 没办法了 挂不到号 三点多了 算了吧 看了 到县城去看吧 好了 各位 今天逛了一下宝鸡火车站 改造的不错 吃了一碗 宝鸡特色 销精面 或者话 我打算去县城了 去些县城 坐车 到县城的话 再看吧 好了 该过 拜拜吧